那么怎么度众生呢? 你看看,祝福菩萨度众生,他用什么方法? 都是讲这部大节,不断地讲。 都是求生西方基督时期。 为什么呢?那是个有佛的国土。 我们一定要把人带到有佛讲经教学的这个地方,这就对了。 你带到那个地方去,我有佛,这不行了。 一定要带到有佛的国土。 所以,一切祝福都学极乐世界。 为什么学极乐世界?极乐世界的历史。 阿弥陀佛在阴地做比丘时候发愿, 无界修行,功德庄严,成就的极乐世界。 我如果真明白了,真了解了,这才真正佩服的无体托迪。 我们要请教他,那我们将来,有了成就的,也要带一切众生都到极乐世界。 在极乐世界,真正成就,明心坚信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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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坚信。 都要搞清楚,这一点,师尊都做到。 这是师尊对我们,真实,究竟永恒的不实。 我们要真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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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要真心。